發出轟轟巨響 远处又有落石 迅速大喊撤退 情况实在吼危急 已经躲在巨石后了 但坍塌面积太大 人员赶紧跳进水里 13号上午 刹卡当搜救行动 来到第11天 上午消防人员 又再度遇到大量摊坊 刚好我们搜寻一般的时候 大量的石头分队出来 所以我们集体就直接往水里跳 因为那边都是有大的石头滚固 然后水潭在那边 所以我们躲在那边反而会是更安全 搜救队13号的进度 是要到2.4K瀑布区溯西搜索 9点出发 10点半经过2.2K时 遇到落石摊坊 一度跳进水里躲避 确认安全后 马上回报分队继续往前 10点45分队接获消息 派出四人上山前往 只是11点15分出发时 却因为山上讯号差 一度断讯 后来有请在地的 易销学长他们去评估 因为怕有落山峰的行程 会有让崩落再加大 那我们就决定走水路 对岸的水路测回来 幸好人员都在安全位置 搜索结束后 反称却在12点半2.2K 再次碰到崩落 没办法走原路 只好该走水路 下午1点时分队也发现了 他们的卫星讯号 确定有在移动 双方在1.5K处的 五间屋会合 顺利平安下山 山上多次坍塌 相当不稳定 消防人员 渗入其中冒险搜救 回到分队整理装备 还要回报讲解最新进度 每一条不同颜色的线 都是他们一次次冒着危险 挺进山里走过的搜救道路 真的是累坏了 但他们依然继续讨论搜索状况 刹卡档的搜索行动 已经来到11天 过程困难重重 不只天气炎热 环境险恶 还遇上多次的摊方落石 12号下午在1.8K大水管附近 遇到一次落石雨 13号上午则是2.2K第二大崩壁 遇到两次大面积的落石坍塌 幸好没有造成人员危险 那边崩落 崩落不像0.5K 因为0.5K上面的 其实它的岩盘 就是山的里面的岩盘 就是我们看泰晤阁 比如说有那些石头 这边其实没有什么吐石 可是第二崩壁这边上面还有很多吐石 这几天余震频繁 从3号正后到13号早上 总共发生了864次的余震 12号一整天 瑞士规模3到5的 则是有12次 而且这里的地质结构 本来就比较不稳定 热搜区域未来几天 都可能还会有落实情形 抗操队员几乎是早出晚归 冒着生命危险在执行任务 而这一次又遇到这个大量的土石崩落 新加坡的家属 他们也说了能体谅队员的辛苦 也说了这个搜救行动 其实也是可以缓缓的 所以在明天也决定先暂停 搜救一天 11天以来搜救人员天天进到沙卡档 巴山又涉水 停工一天也将会继续讨论 下一步该怎么做 TVBS新闻 陈寅人高中 吴云拉兰亭 花莲采访报道 小女孩在爸爸身边 和宠物狗玩成一块 不过家却因为强症残暴不堪 屋檐断裂 整个掉下来 就连木板屋顶也摇摇欲坠 4月3号花莲大地震 让这家人房屋受到重创 这连电器也遭殃 冰箱因为重衰无法运转 家中风扇也几乎摔坏 天气越来越热下 实在难熬 一家支主已高龄72岁 年纪太大无法工作 没有收入之下 平常只能靠资源补助度日 妻子不在身边 又要抚养两个小孩 儿子就读国医 女儿则才小学三年级 社福团体表示 这一家属于低收入户 高关怀家庭 目前预计的修缮会协助他们 就是在这个屋檐的部分 来去做协助 然后还有其实小朋友的房间的前面 我们刚刚看房间的里面的地板 其实也有一些的损坏 花莲鱼镇不断之下 社福团体也协助这家人 把容易掉下来的物品来做固定 电器 家用品 生活物资 也会帮忙募集 期盼可以让小朋友的成长环境更加完善 屋内主粮 几脚超过一公分裂痕 侧边几乎完全分离 但这只是冰山一角 同社区房屋外堂瓷砖裂痕 延伸到四楼 屋内楼梯下方水泥全是军裂 零四零三地震后 台北市内湖康宁路三段 这处共一千两百坪 一百零七户的社区也遭殃 原本就是屋零三十八年的 带都庚老宅 地震后更惨 屋内梁柱底层都被摇出大洞 住户家门口的梁柱 缝隙 宽度 手掌都能伸进去 每天就是假如有愚症来 是怎样我们就怕得要死 海撒的问题 就是这样摇下去的时候 就一直裂出来 内湖安太阶屋林四十年的 民宅状况也很惨 住家内顶楼处抬头往上看 水泥全掉下来 钢筋不止外漏还断裂 整片社区联通的地下室 上头梁柱都军裂 就怕撑不住房屋下陷 尽管已经超过80%住户 同意多更 但跑流程动工还要三到五年 这段时间若再遇到地震 恐怕祸果不堪设想 过去山县区全都不可都更 但去年11月3度通过放宽 今年4月都委会审议通过 都更出回应 住二山县区都更建议民众 尽速整合共识来加速推动 若期间遇到地震损害 也会会堪修缮 TV新闻是梦见曹灾人台北采访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